安倍新闻有点多 聚精会神 听我说 太阳暴冷输给了你个死 那这玻璃侠比尔啊 那刚付出又受伤了 开赛至今 那比尔就打无场比赛 大部分时间那就是躺乱 那比尔真是在七彩躺完了 换个地方继续躺了 那本赛季太阳三巨头啊 就合体一场比赛 而且还输了 那这三巨头啊 那真是阻了个寂寞呀 当初还不如让我登哥来了 那现在也不用考虑太阳啊 还能不能夺冠了 主要是考虑考虑太阳啊 还能不能进季后赛吧 我觉得太阳啊 最好还是拿比尔 加点手轮啥的 换拉文或者阿赞吧 那不然现在这个阵容啊 那季后赛百分百 那是走不远了 反观尼克斯这边 那布伦森也打出超神表现了 全场包含五十分 那几乎以一几之力 打爆了太阳三巨头 那今年全明星啊 那必有布伦森一席之力 那当初库班未省点钱 那把它放走 那现在看来啊 那肠子都要回轻了 那至于兰德尔呢 那眼睛里也十分有活 比赛还没结束呢 就把比赛用球啊 交给布伦森了 那字母哥要摊上这么个队友啊 还用得着 跑别人坑一势力抢球去吗 胡人这边那也爆冷 输给了十八点卖的马次 那简直都脸都不要了 那本以为胡人啊 想捏个软柿子 没想到浓眉不在了 那自己就是软柿子呀 那上来就让马次给捏蒙了 那这场胡人不仅输了比赛 那老战也是够倒霉的了 整场比赛 老战几乎用一只眼完成了23分14个主攻 确实是拼尽全力了 那这场啊 也体现出浓眉的重要性了 浓眉不在了 那胡人问题全处来了 有进攻的没防守 有防守的没进攻 那其实老战和浓眉同时在野呢 大部分题还是可以掩盖的 那两大巨星啊 那真是缺一不可 少了谁 那胡人都玩不转 齐才这边也战胜了步行者 那正式结束了六年半 那也拿到了本赛季的第四场胜利 那普尔看格林进赛之后啊 那也踏实多了 全场拿了30分 那再也不用惦记格林了 反观活塞这边呢 那又输了 已经遭遇了22连败 那对史记录都让他们给破了 那现在连败三兄弟啊 那就差活塞了 那估计活塞的连败呀 那真是要创造历史了 谁都拦不住啊 另外NBA的大交易啊 也要来了 那从今年开始 一共有80个球员 那解除了交易限制 什么欧文啊 威少啊 拉萨尔啊 米德顿呢 都可以交易了 这里边最有可能被交易啊 就是什么拉萨尔啊 李福斯啊 或者拉文多罗赛 那也有不少大牌球星 如果说欧文或者威少区哪个球队 很可能会再次改变联盟格局